与其参加奇奇怪怪的出选 不如从今以后 全心全力勤走基层 整合各地人脉资源 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 做好准备 随时因应时事 接受党 接受人民 接受社会的召唤 各位媒体的朋友 大家 有欢迎大家好 三三造势 九合一的热情 在党内同志的团结努力之下 我们看到了 齐海飘扬 党魂在线 民心思变 所以一一二四 中国国民党 不仅在地方大胜 更重要的意义是 翻转了高雄的执政 而今天 我看到人民 要翻转台湾的心愿 心愿落实到政权轮替 还有一段 艰难险阻要克服 更何况 无论� 绿白阵营都还未推出对手 虎视眈眈 四击而动 我要提醒南军的朋友们 九局打完才会有尊正的赢家 还有许多难以意料的变局 会比大家想象的更为惨烈 没有稳赢这一回事 国民党内部有再多不同的意见 都是党内的矛盾 我们可以自己慢慢的解决 政党在轮替是中华民国生存发展的重要关键 只有圣选 只有政权轮替 大家才有出路 然而党中央的出选办法 既不悬崖热马 也不亡羊补牢 面对各界的质疑 仍然无动于衷 对我而言 与其参加奇奇怪怪的出选 不如从今以后 全心全力 勤走基层 整合各地人脉资源 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 做好准备 随时因应时事 接受党 接受人民 接受社会的召唤 整合的相关资源 都将成为国民党重要的力量 我绝对不让 期待2020政权轮替的人民失望 谢谢大家 我们没有参加怎么会退呢 我是不参加而已 是不参加 那未来也不会用脱党的方式 那时间还早 距离那时间还太长了